继99年台东天后宫齐安清教绕镜活动 民国100年4月22号到25号 台东天后宫将举办绿岛的绕镜活动 并且要到绿岛的观音洞去会观音 这次还有新移民来参与提供灯的行列 19号下午天后宫特别派人指导这些新移民练习提供灯的方法 这些绿岛的流境就是我们古年做酒的时候 那时候把麻祖宾部是要我们全团团都做的 做一次流境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绿岛不去 还要把麻祖求是我们近年的这些 麻祖先进展再来去行这个海上的流境 要祈求这个旅渡的人平安顺利 既存万代日几岛的 我们这次就是因为专定麻祖只是说要去力渡 要完成这次的旅渡最后是说我们京来 我们台东京来最后是一个旅渡的大陣的活动 所以要去做力渡地区的平安要境 再慢一点 好 来 走 来 这次参加的订阅很多 尤其其中有一个共亭 驾共亭 麻祖是文神 他也是用力发誓 以前我们有外籍的外籍新娘 来加力我们这个团队 因为我们这个主情融合 所有的外籍新娘都是我们台东 我们这些乡亲的太太 那么这方面呢 配合我们地方的外籍 这方面就是他们外籍 如果是有同样拜这个麻祖这个信用 因为有一位朋友的先生他通知我们 就说有麻祖的生日 然后彩戒提灯笼 我们就来参加 我第一次来参加我觉得也是很高兴 因为跟我们的国家不一样 然后我们那边也有麻祖的生日 可是跟这边的不一样 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能够促进各庙宇间的互动 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和谐 东来新闻 凡尾林报导 天后宫 妈祖圣诞系列活动 在4月22号进行了绿岛的环岛绕境活动 特别在4月21号晚间 也先进行了祈福仪式 这次主委林友德表示 这次就是我们天后宫 建建建129年 要经营这个六岛绕境 要跟台东企业绕境 六岛绕境是以赏在4月22日 或是旧历3月20日 要出去老境 要营业绕办的这个计色就是 要出教真正 请妈祖圣诞的计色 要跟我们心中 要请台南的多九岁 三岁五岁度长来 要办理这个妈祖圣诞的计色 此次妈祖会观音 也是一项特别的活动 希望透过此绕境 与绿岛岛上的各宫庙 进行交流 除了到绿岛进行绕境之外 在这几天也都有活动 从4月23号开始 一直到4月25号有捐血 以及4月24号晚间 还有卡拉OK的歌唱活动 欢迎大家到天后宫一起同乐 东台宣布杨国住在天后宫的采访报导 妈祖诞辰为农历3月23号 一般来说 妈祖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上圣母 在坊间也称为妈祖婆 而且是沿海人家普遍信奉的神明 而这一次台东天后宫妈祖 也特地前往绿岛绕境 替沿海地区的民众祈福 传闻妈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 梦见观音 并且告知林家将会诞生一位女圣人 而出生后 女婴与其他婴儿不同 并不会哭哭啼啼 因此取名为莫娘 妈祖一般称呼为天上圣母 而妈祖也是沿海人家普遍信奉的神明 这一次在台东天后宫妈祖 也特地前往绿岛来进行绕境的活动 帮忙走 别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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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高兴大家 我们台东的好朋友 为了我们绿岛的乡亲 未来能够大家都封地方都国泰民安 封条雨顺 我们的乡亲 大家都探大钱 能够有一个安期乐业的生活 是一个很大的圣位 在这个圣位当中 让绿岛组岛的居民动起来 万云洞也是有史以来 这么大的一次活动 所以万云洞这边完全配合天后宫 这个妈祖来会乡 替绿岛的民众祈福 而这次妈祖诞辰也相隔了近十年 又再度来到了绿岛 绿岛居民也家家户户在门前摆出祭祀品 虔诚的四封妈祖 台湾新闻张玉成杨国柱 沈婉鱼在绿岛的报导 妈祖会观音 这次从台东搭船到了绿岛 一早就从富岗出发 而在绿岛地区也有34艘的渔船 列队迎接 这盛况可说是空前 等于是全绿岛的渔船都动起来了 面对这一骚骚的船 都是代表着渔民的心意 和对于这次的活动热忱 海上巡礼绿岛的这趟行程 在绿岛来说是第一次 让人相当期待看到这场景 渔船是绿岛居民赖雨为生的生产工具 这次全港出动 可见对这一次的绕境仪式相当的重视 气候适中风平浪静 让这一次的航行格外的顺利 护航靠岸了 而这一路的行程也将正式开始 东台新闻部张玉成 沈婉渝 绿岛报导 许多的外地游客到台东 一定会想要去东部的离岛 这一次就带大家到绿岛 绿岛的观音洞是在当地居民的精神寄托 而在这洞里的钟乳石观音 它的由来让人充满好奇 一颗红火球的坠落 让这整个神话故事流传至今 而林燕的事迹更让许多当地的居民 深信不疑 这个力度的信用 不可以说在观音洞是不可以设什么 不可以拿那个豬肉 所以这支牌 世代更迭只让香火更加的鼎盛 所以来到绿岛一定也要来到这里 来朝圣参拜 是希望观音娘娘可以保佑诸事顺心 让从绿岛出外工作或当兵的游子 可以平安顺利 流传民间的神话故事读也读不完 但无论是否如同当地居民所陈述如此 新城则灵 他们相信的 除了是这观音洞给予他们的保佑之外 如今也成了许多来到这里的游客的许愿之地 东台新闻部张玉成神婉于绿岛报导 说到绿岛大家便会与监狱或是大哥等字眼连结在一起 而监狱文化更是绿岛不可抹灭的历史印记 在既能训练所旁有个小小的红色庙宇 原本它是渔民的信仰庙宇 后来在监狱受刑人的重建修复与整理之下 也成了受刑人精神寄托的信仰中心 因此当地居民又称它为大哥的庙 在慈航宫门前的门连写着 观照众生似潮水醒清 请问何时登彼岸 此地有般若因传世人 如爹娘义子细宿 这对联倒进了受刑人对家人的思念 也让人感受到 希望受刑人回头是岸的深深期许 虽然现在既能训练所已经裁撤 慈航宫依旧默默守护着绿岛 庇护岛上的子民 而庙宇达理的工作 也转由当地的居民在处理 这里所供奉的是 观世音菩萨与释迦摩尼佛 而在每一次的祭典上 居民总会堆叠 必导上其他庙宇更多的纸钱 来普渡以往生的受刑人 并祈求平安 东台新闻张玉成 杨国柱 神万瑜绿岛采访报导 4月25号天后宫活动 持续让台东市民热闹滚滚 大中午的在天后宫广场 格外的热闹 由天后宫至宫以及慈祭至宫 合手联手为了这一次的树灾活动 现场的民众无谓顶着大太阳 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要给你祝福 我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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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孩吃得好吃吗 好吃好吃 你去年有来 每年都有来 廟方的人覺得這樣子很好 所以這一次再度邀請我們過來 那其實真的這一次的活動 跟以往有沒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這一次我們就是很堅持很堅持 不讓他們用那個一次性就丟的東西 譬如說免洗碗、免洗塊、免洗湯匙 所以我們所有的那個餐具 都是用可以洗的東西 剛晚、剛快 讓地上和桌上乾乾淨淨 沒有多餘的垃圾 做膳室響應環保 讓在場的人都吃得相當開心 由台湯瓷季 跟我們倒下廚來煮 要來發送 因為我們這次因為要煎兩、煎三 都用塑漬的 要黏的瓷季也用環保肥瘦 沒去污漬廟 這一次由瓷季的志工們掌廚 分配一碗一碗端到信眾面前 這也難怪整個用餐空間都盡然有序 不慌不亂 吃的人當然是滿意給高分囉 東台新聞部張玉成在台東的報導 天后宮左側進行的是捐血活動 從早上9點開始就一連串的人來進行 不只做無虛席 等著要捐血的人也排滿了人潮 今天剛好是媽祖生日 那你會覺得說做這樣的活動 來搭配媽祖生日 對你來說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意義 其實捐血平常就會捐 剛好來這裡又剛好捐血車 就一起做這樣 那你看到今天這個廟宇 來舉辦聯合來做這種活動 你個人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啊 我希望大家多捐血多拜拜 多行善 是 包括老人都有 都有喔 那你覺得這樣的活動怎麼樣 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意義 對 我們年紀辦了好幾年了 是 所以這個你們當義工在這邊 也是當了好幾屆 對對 是 主委你自己有事要關嗎 因為我年紀超過 哇這下尷尬了 被記者問到是否要一起捐呢 這主委保養的也太好了吧 連眼尖的記者都看不出 他的年紀了 我們希望大家勇敢來參加 因為我們贊助的這個金額 沒有上線啦 盡量大家可以配合 因為現在我們台東也很缺乏 大家來 麻祖廟來做這個關火活動 大家來做什麼 來整個我們台東的慰望 台東最近缺血嚴重 但這一次的活動連續 進行了三天都人滿為患 可見這台東人除了熱情之外 這熱血也是不落人厚 東南新聞部張映成 台東報導 媽祖生日 這是國人在信仰上很大的一件事情 許多信眾都紛紛加入這活動 甚至全心全力的加入志工團隊 可是一個團隊總是要有個leader 所以該怎麼選就是一個難題了 原來這次的志工團團長 是由我們的媽祖壽星親自來挑選 讓這位幸運的志工 帶領各位一起為信眾們祈福 針對就是媽祖的有一些 就是媽祖有一些義德 就是很好的那個德性 阿我們就是想說要借 借著組織團體來為媽祖娘娘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 那你就是 我剛剛聽說即將要卸任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寡筊去選 因為我們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是說由媽祖娘娘自己來清點她所要的人 所以就是每個人都用寡筊的方式 來選出團長跟副團長這樣子 好 謝謝 因為我們聖母協會的 剛開始的那個要 大家要成立這個聖母協會 是為了媽祖服務 因為我們台中天后宮也是在台中市地方的宮廟 那比較沒有什麼那個私人色彩 所以說我們也很希望說能夠延續下去 在地的這120年接下來的這些文化 能夠繼續把它傳承下去 讓我們這一代能夠傳給三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小孩的小朋友 一起來 把這個台中的歷史能夠繼續延續下來 這是我們最大的期望 謝謝 而這次媽祖的聖誕也是熱鬧滾滾 相信在這樣的活動下 台中將又會是一個美好的一年 東台新聞楊國柱莊正道 台東天后宮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